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轰轰烈烈的南征北伐中 41岁的朱远璋正式登记成帝 这个当年出身卑微 身世凄惨的放牛娃 小和尚 终于越上了帝国权力的巅峰 开启了大明王朝276年的历史进程 然而在位30年的朱远璋 他的一生都在被一个难题困扰 那就是帝国都城的选择 朱远璋尽管是在应天府 也就是今天的南京登记成帝的 但是他的内心对于国都的确定 却一直矛盾重重 这也就被后来一国三都的出现 埋下了伏笔 那么一个白飞带心的新型帝国 为什么要设立三个都城呢 朱远璋心中最理想的都城 又究竟是哪里呢 百家奖谈栏目继续邀请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中国明史学会会长商船先生 为您精彩讲主系列节目 明太族朱远璋第十一集 大明帝国 上一次咱们讲到了 这个朱远璋 北伐南征 这个完成了他的地业 北边呢 攻取了元大都 南边呢 把福建两广 全都统一了 这个时候呢 朱远璋这个皇帝呢 应该说已经基本到位了 可是我们说他还有一件事情没有做 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这件事情不做呢 这个国家 他就不成为一个国家 什么事情呢 他还没有建都 他还没有建国都 大家说了 他不是有一个应天吗 他一直在应天啊 当年就是以应天为基础 打败了陈有良张世成啊 他也在那建了宫殿 他应该就以应天为都城啊 这话说的不错 可是呢 朱远璋当时还没有这么做 因为啊 他选应天为自己的根据地 以这儿为基础 发展在长江流域 是很合适的 其实啊 南京这个地方确实不错 大家想想 他有长江作为天倩 然后呢 再向北 那么有两淮这带地区 他可以向北方发展 对于南方来说 那他有居高临下之势 控制整个的江南地区 从经济上 他靠近了苏航 所以呢 得到了当地的 这个经济发达地区的 物质的支持 确实是很好的地方 如果朱远璋就是这样 就以这个地方为都城了 应该说也还是有道理的 但是有一个问题 大家想过没有 南京的这个地方 以他为都城 在我们中国人的眼光里边 称之为偏安 他呀 这个地理的位置是不错 但是呢 他是偏安于江南的 这样一个地方 对于北方来说 他不行 他控制不了 所以呢 等到朱远璋 已经取得了大都 袁顺帝已经逃跑了 他对北边地区 已经完全控制了 这个时候 他就有一种感觉 就是对于北方的 广大的地区 从南京去控制他 有边长莫及之感 你边的再长 你够不着这个地方 所以呢 朱远璋他就没有急于 来确定这个国都 建立在什么地方 那么朱远璋 他到底想把国都 建在什么地方呢 我记得我以前讲过 这么一个故事 就是朱远璋 要进攻大都的时候 他自己从南京啊 就是从应天府啊 跑到了汴梁 在汴梁召开了一个 前线的作战的会议 在这个会议上呢 他向徐达 常玉春 布置了进取 袁大都的一个战略 朱远璋为什么要跑到汴梁去啊 当然 他为了开这个 战前的准备会 知道怎么去打仗 还有一个原因 他想看看 这个宋朝的故都 因为大家知道 殿梁就是开封啊 开封是宋朝的故都 他想看看这个地方怎么样 能不能 把这个地方当作自己的国都 朱远璋啊 他建立的是 汉族统治者建立的政权 他推翻的 是蒙古族统治者建立的政权 所以他在很多方面啊 他会去追寻宋朝 包括国都的事情 他想北宋很好嘛 北宋当时也是全国 基本上统一了 而北宋的国都呢 就建立在汴梁 所以他跑去看了看 这一看不要紧呢 他很失望 有几个地方都让他感到失望 第一个呢 这个地方 他没有天险来防守 大家知道在河南呢 一片平地啊 离着当然离着黄河比较近 可是他毕竟 没有这么一道 就在城边的这样一个天险 没有这个东西 那第二个呢 这个地儿经济不发达 大家知道河南这一带地区啊 那跟江南 江浙一带不能比 你要建立都城啊 多少人要吃饭呢 文武百官全在这儿 军民百姓全在这儿 而且这个都城 它不能太小太差呀 它一定是全国最大的一座城市 这就要有经济的支持 可是这个时候没有经济支持 所以他想这个地儿不行 第三个呢 让他失望的是什么呢 他想如果在电梁开封 保留着这个宋朝的皇宫 一切都很辉煌 都很像样子 那也还有点兴趣 到那一看 这些皇宫已经全都废坏了 你想元朝建了一百年 他已经不在你这个宋朝的国度里面建立了 他的国度 他的国度建在北平 就是元大都了 朱元璋看了以后很失望 他就放弃了 把都城定在汴梁的这样的想法 这时候已经建国了 国家已经建立了 都城还没有定下来 这也是很着急的事 所以朱元璋想来想去 他说那好 那我们只能临时的来决定一下吧 来不及找了 他就把这个汴梁建成了北京 所以在明朝的初年 他有一个北京 这个北京就是汴梁 那应天 他把应天建成南京 南京就是应天 你看南京这个名字这么早就出现了 这个时候朱元璋就建立了南北二京 建立了南北二京以后 是不是就踏实了 就这样了 有京有了 国都了 俩国都了 还不是 朱元璋心里面还不踏实 因为他并不认为这两个地方那么理想 他还想选地 朱元璋是哪儿的人 凤阳人 老家在凤阳 那要把自己的老家给建成都城怎么样 那是我龙兴之地啊 他有了这个念头 于是他就开始啊 让人大规模的施工 去修建他的老家凤阳 而且给这个地儿起了个名字 叫中都 大家想想 多有意思啊 原来是有国无都 有了国家了 没有都城 那着急吧 着急 现在呢 有了南北二京以后 再加中都 一国三都 这朱元璋是很厉害 他很有创造性 他不管那一套 我先做做试试 可是 他要把都城真的建在凤阳 难度就更大了 大家都知道那凤阳是最穷的地方 你要想在那儿建 你就得让他变成一个大都会 怎么变成大都会呢 把人口迁徙过去 让他当地呢 从穷变富 有点国都的样子 谈何容易啊 而且凤阳这个地方 大家记得不记得 当年朱元璋 跟着郭子兴在凤阳 后来他的军队发展了 他就去 去除州 取完了除州 取河州 他为什么这么干呢 其实有一个原因 书上说得很清楚 就是凤阳这个地儿 养不了这么多军队 那个时候有多少军队啊 几万人马 几万人马都养不了的地儿 现在硬生生的 想把它建成都城 谈何容易啊 这事做不来 史书上记载着说啊 当时他最著名的谋臣 刘基 就坚决反对这件事 他说啊 建都这个凤阳非便 不方便 这个地方啊 对于全国的统治 对于他的发展都不利 这是做不来的 朱元璋啊 花了几年的功夫 费了很大的劲 建了中都城 也在那修了宫殿 都做了 最后定都的事没有做成 放弃了 太难了 他自己也明白 这是做不来的事 所以呢 中都也没有能成为国都 到了这个时候了 南京还叫南京 不叫京师 汴梁叫北京 凤阳叫中都 仍然没有一个确定的国都 酒鬼酒赋予香 提示您精彩继续 朱元璋最理想的都城是哪里 一个意外事件 为什么让朱元璋彻底放弃了 迁都的想法 敬请关注 明太祖朱元璋第十一集 大明帝国 朱元璋 朱元璋对一国三都的现状 十分不满 到了洪武十一年 历经十年的国都之政 终于画上了句号 在对比考量各方面的条件之后 朱元璋正式下诏 改南京为京师 定都问题才算告一段落 然而朱元璋对定都南京 一直不是很满意 迁都的想法 也从来没有打消过 那么朱元璋心目中的理想都城 到底在什么地方呢 最终他为什么没有迁都成功呢 朱元璋 他一直想把国都向北迁 他希望离北边近一点 所以到了朱元璋的晚年 就是他已经以南京为都城了以后 他还在打着北迁的主意 到了洪武后期 他派了他的儿子 大儿子太子朱彪 到陕西去 陕西他封了一个王 哪个王呢 秦王 是朱元璋的二儿子 你看 也就是说 在封王的他这些儿子里边 除了太子之外 最大的二儿子封在了陕西 为什么呢 朱元璋重视陕西这个地方 他的三个儿子 晋王封在了山西 四儿子封在了北平 所以这样一个局面 我们可以看到 他的最重视的地方 应该说是在西北 你想 汉唐都是建都在那个地方的 那是中国历史上的盛世啊 到了宋建在了汴梁 汴梁不合适 那好 是不是汉唐建都的地方 更合适呢 结果太子朱彪去了 在那儿做了调查 而且呢 绘制了陕西地图 他带着这些陕西地图回来了 到了京城 建到了朱元璋 线上了这个地图 什么意思呢 朱元璋要重新考虑 是不是要建都西北啊 可是就在这个时候呢 太子就死了 太子朱彪呢 才三十多岁 突然患病 一病不治 所以在洪武二十五年啊 太子就故去了 这件事情对朱元璋 打击非常大 朱元璋想呢 这是不是老天爷 不让我再干这些事情了 所以到了这年的年末呢 他到了光禄寺去祭造神啊 咱们不是都有 腊月二十三祭造吗 祭造神的时候 他写了一个祭造神文 他在祭造神文里边 明确的把自己的这点活思想 全说出来了 他说 朕经营天下数十年 世事暗谷有趣 为功成 前昂后挖 行事不称 下边说了 本遇迁都 本想迁都啊 今阵年老 可是我已经年岁老了 经历一卷 没有经历了 又天下心定 不遇劳民 你看 朱元璋的心思 自己没有经历了 国家又刚刚建立 我不愿意让老百姓 承受一个新的负担 在这样的情况下呢 朱元璋认命了 他说 且费心有数 只得听天 为愿 揽振 此心 福其子孙 指望你老天爷 能够看到我这点用心 给我子孙 后代 让他们有福 这句话呀 我们今天看起来 朱元璋 朱元璋 他还有一个用意 什么用意呢 他是要让老天爷 你指点我的后世子孙 怎么去完成你所允许的 这个意愿 我是要迁都的 但你现在这么警示我 我让我的大儿子 最爱的大儿子 而且作为我的继承人的 去调查迁都的事 回来以后就让他病死了 是不是老天爷 不让我再做这件事情呢 如果你不让做也没关系 而且我自己 也不愿意劳民 我也精力不足了 让我的子孙后代 去解决这个问题吧 朱元璋不简单啊 虽然他自己 受到了很大的打击 他仍然没有 就是念念没有忘记 迁都的事情 这就是为了国家统一 为了国家稳定 他这里面讲了一段话 我想大家一定有兴趣 他说我这宫殿是前昂后挖 什么意思呢 大家知道 就是说这宫殿建的 前头高 后头低 仰着 一般的来说 这宫殿应该是俯视 平的当然最好了 至少应该俯视前面 怎么能仰起来 那多难受啊 那一定是风水不好 这个南京的宫殿 为什么会是这种情况呢 当时跟这个建宫殿的旋址有关 这个建这个南京宫殿的旋址啊 那一定请风水先生 看来看去的 而且呢 大家知道 他身边还有一个大的高人啊 刘姬啊 都是懂风水的 就看中了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是什么地方呢 这个地方是一片湖 是湖水 南京这个地方 城里边它有两个湖 一个湖就现在我们到南京还能见到 玄武湖 还有一个湖叫燕尾湖 在这个玄武湖的南边 明朝朱元璋的皇宫啊 他南京的宫殿就是在填湖造殿 就把这个燕尾湖给填了 填埋了 在这个填埋的基础上建的这个宫殿 那又牵扯到一个地基的问题了 你在这建这个宫殿 你填了这些土 建好了宫殿 下沉了 你原来这个土填的不实 最后慢慢慢慢变形 变成了前昂后挖了 而且这个变得还很快啊 朱元璋还在世 这才几十年时间呢 情况变化了 所以朱元璋一想啊 怎么搞的 这个风水搞成这样 可是要再想搬也搬不了了 也没有这个经历了 也不愿意劳民伤财了 得 这事就搁到这儿 迁都是没有前程 可是大家看看朱元璋 为了迁都这个事情 他折腾了多少年 这个时候朱元璋啊 已经是六七十岁了 一个老人了 他还念念不忘这件事情 说明什么呢 我觉得说明朱元璋这个人了不起 他虽然没有能够做到 但是他想 他时时刻刻都在惦记着这件事 什么是国都啊 就是一个国家的首都 这个首都是要管理全国的 他必须能辐射到对全国各地的管理 而不能只管一个小地方 那他首先是政治中心 你要想保卫你的这个京师 他要军事中心 你要提供给那么多军队 老百姓在都城里边生活 还有文武百官皇宫都在这 他要经济中心 在地质的情况下 在过去传统的帝国的形势下 首都 他一定是政治经济和军事的中心 所以朱元璋要想选择这样一个 适合做这样中心的地区 他不能够轻易的下决心 大家知道有些人不这样 像那小明王韩灵儿和刘福通 像那个陈有亮也都称过皇帝 没打下八正块大的地方 他自己称皇帝了 今天打下一个城市不错 就在这称帝 这就是京城 明天又打下一个城来 比这好 改到那当京城 实在太草率了 是不是英雄呢 是英雄 可是怎么觉得都有点 那草莽英雄的味 朱元璋不这样 他不这样 他认真地选择京师 来确定自己国都的地位 说明他是要求长治久安 他是有深思远虑的 他是真正的要建立起一个 万事不拔之机的 能不能做到 那我们不知道 但是他有这种心思 大家看到了吧 朱元璋 从一个要饭的放牛娃 小和尚 一步一步地走到了皇帝的宝座上 坐在皇帝宝座上 他哪天安生了 一个国都的事情 他想了一辈子 一直到他死 这才是做事的风格 这就跟别的那些草莽英雄不一样 所以他是成功者 虽然朱元璋没有能够迁都 但是大家知道 明朝的国都后来迁到了北京 朱森 朱棋 封为燕王在北平 后来从北平起兵夺天下 夺得天下以后 把北平改为北京 那个时候的京师还在南京 后来到了永乐十八年 他下令迁都北京 从永乐十九年起 北京成为了京师 原来的京师又改回去了 叫南京 大家说 朱棋这个人了不起啊 这么有气魄的事情 从南边把国都迁到北边 就是为了控制北方广大的领土 让国家统一而不分裂 谁给他奠定了基础 朱元璋啊 没有朱元璋当时 一遍一遍的去找地方 一年一年的费心思 一辈子都想来完成这件事情 他的儿子哪个人能做到 如果祖训规定就只能在这儿 不能搬 谁能做到 所以我觉得 明朝的发展 跟朱元璋奠念的基础 是分不开的 朱元璋为什么破破忌待的 要寻找道教领袖张三丰 他编造神仙护佑的故事 又是为了什么 尽请关注明太祖朱元璋 第十一集 大明帝国 历代帝王尤其是改朝换代的 开国君主 为强调自己政权的合法性 无不假托天命 自称君权神兽 替天行道 把自己的活动说成是 受上天的指使 从而达到神话自己的目的 朱元璋作为大明帝国的 开国君主 在这一方面 做足了文章 他不仅给自己的成长经历 披上光鲜灿烂的神话外衣 甚至还编出 有两位神仙护佑的传奇经历 那么朱元璋的这些做法 收到应有的效果了吗 朱元璋 他既然信老天 他也让大家都信老天 相信天命 所以呢 他就要做一件事 大家知道吧 我们看电视里边 一个太监出来了 宣读圣旨 圣旨打开了 第一句话是什么呀 叫奉天承运 皇帝诏约 对吧 奉天承运呢 奉老天爷的意思 按照老天爷的指示 我托老天爷的福 我来管理你们 我说的这话是代表天意的 其实在中国历史上 历朝历代都这样 只不过这个说法不一样 奉天承运这四个字 是朱元璋 他发明的 如果我们大家去看电视剧 看到这个电视剧里边演了唐朝 汉朝的事 说那太监一打开 说奉天承运 皇帝赵约错了 那时候没有这词 他不是用的这个词 明朝才开始用 怎么来证明自己是受天执命的呢 有一个最好的办法 就是说有神仙相助 我做事的时候 有神仙相助 你们没有 神仙为什么相助我 那肯定是老天爷支持我 所以神仙才会帮助我 那神仙都有谁 当然很多 但是明朝初年编造出来的神仙 最出名的两个 一个叫周滇 一个叫铁罐道人张忠 周滇是什么呢 是一封和尚 后来武侠小说里面 把他写成名叫的什么五大散人 是吧 他是一个封和尚 小的时候呢 得了封病 然后到哪都告太平告太平 知道朱元璋在那就去找朱元璋 到那喝多少酒都喝不醉 朱元璋觉得很奇怪啊 就让人给他割在一口大缸里面盖上盖子 底下架着火烧 这不是要玩命吗 把人不烧死了 揭开盖子一看人家没事 出了一身大汗 一点事都没有 给他吃东西啊 吃起来永远吃不完 老能吃 说不给他吃东西 一个月也饿不死 这不是神人吗 太神奇了 这些将士们都争着跟他交往 好玩啊 碰上这么一个神奇的人呢 跟这些将士们一起吃饭的时候啊 他不好吃 吃什么 吐什么 等到朱元璋一来 立刻规规矩矩的吃饭了 你看 碰着比他更大的神仙了 他就得老实了 那些将士们不行 这一来 这周滇的名声大了 朱元璋的名声 那不就更大了吗 所以朱元璋啊 去跟陈有亮打仗 他是从下游往上游走啊 陈有亮是在上游啊 那个时候的战船 没有发动机啊 靠风帆 那么要没有风 这个船从下游向上游走 谈何容易啊 所以朱元璋很着急 这周滇告他 没问题 走吧 一会儿风就来 哎 这船一开 风来了 吹着这船 到了上游 最后跟陈有亮打了仗 所以呢 有这样的神仙支持着朱元璋 那朱元璋的事业 那不是蒸蒸日上吗 那谁能跟他比得了啊 那铁官道人张忠也是这样啊 整天戴着一个铁帽子 神奇的不得了 测什么事情 什么事情准 那也有说 当时朱元璋 这个去跟陈有亮打仗的时候 那个风是铁官道人张忠说的 在波阳湖里边打水战的时候 也是张忠给他出的主意 刚才说去打吧 用火攻 是吧 那个风势就变了 然后就把陈有亮的战船都给烧掉了 这样的故事很多 目的就是一个 说明朱元璋他是有神仙帮助的 这还不够 朱元璋还做了一件事 什么事情呢 就是寻找张三丰 我们大家看那个武侠呀 都看到过 那张三丰老道不得了啊 是吧 是一个这个超市的这样的一个一个人物 是吧 可是这个人谁也没见过 朱元璋说这个人还在 有人看见过他 所以得派人去找他 找张三丰 于是到处去找张三丰 也没找着 张三丰这个人在明朝初年啊 朱元璋父子二人都找 始终没有找到 朱棣啊 明成祖夺位以后 也找张三丰 也没有找到 按道理来说 这个人他不可能婚那么长啊 应该说已经不在了 可是这些皇帝为什么要找他呢 一个不在的人 大家估计着他已经没有了 还要去找 实际上就是一个意思 就是要说明自己有天命所在 因为老百姓心里都说 都知道 皇帝他是真龙天子 对吧 天子嘛 他不是凡人 他一定要神化到这种程度 他才能够对大家统治有力量 作为一个庞大帝国的创建者 朱元璋无疑具有卓越的个人能力 和坚决果敢的性格特征 而根据瞬息万变的形式 不断完善修正自己的政治观点 最大程度的团结西大各方各派的力量 唯我所用 也是朱元璋成功的一大秘诀 那么从打天下时提出驱逐葫芦 到坐天下时提出华谊一家 朱元璋到底表达了一种怎样的政治理念呢 朱元璋他在打天下的时候提出来驱逐葫芦 可是等到他已经坐天下的时候 他不讲这个 为什么不讲这个呢 那整个的中国是一家人呢 不管你 他说我中国在内 移敌在外也好 那全都是你中国的这个领土上不可分割的 都神服于你的 你还驱逐 你驱逐到哪去啊 没地儿可去了 这个时候他就讲华一一家 他是中华 人家是移敌 不管是华还是移 是一家人呢 所以到了朱元璋他坐天下的时候 他口号变了 不再提驱逐葫芦了 他提华一一家了 当时有这么一段话 这段话啊 应该说是讲得很清楚的 他说当年啊 忽必烈 那是上帝派的真人 入驻中原 可是到了他的子孙以后呢 不孝 国家乱了 群雄并齐 那么上帝呢 就选中了我 让我来入驻 这个中原 来管理国家 说现在呢 我在我的这些 大臣们的支持下 那代表人物呢 一个是文臣李善长 武臣徐达 在他们的拥戴下呢 我们现在取得了天下 他们都让我来当皇帝 我能不能当这个皇帝呢 我不知道 老天爷给我个警示吧 我已经选了 明年的正月初四那天啊 我要宣布我当皇帝 如果老天爷你要支持我 你就光临我这 而且给我带来一个呢 好天气 那我就认为 是老天爷您支持我了 如果您不愿意让我当 您说我不能当 好 您到那天啊 给我来一个裂风 一景 天气大变 这就是不能当的意思 市井啊 像我市井 大家记得吧 陈友亮 在采石 是吧 这个武通神庙里边 当皇帝 当天就是大风雨 他不顾 也有点英雄气感 当时登基成了皇帝 是吧 朱元璋不是 他做了这么一番表态 他这番表态很有意思 为什么呢 因为他身边有一个天气预报的 有个天文学家 谁啊 刘基啊 刘基他懂天文 他算好了这天是好日子 不会坏日子的 当然了 那个时候没有今天这么准 那也是冒了点风险 到了那天 大家都知道 果然是一个大听天 好得不得了 所有人都明白了 皇帝当的合理 老天爷支持了 这就是朱元璋当时 他要做的 他要做的这些东西 他已经成为大家所公认的 这样一个天子了 这个时候呢 那好 我们不管你是当初上帝派真主来的也好 还是呢 你已经居住在我们中华这块地方的 其他的民族也好 大家是一家人了 实际上他想不要什么仪敌 想不做一家人也不可能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时候 实际上经过了 这个宋辽金 经过了元朝 尤其在北方地区 这个少数民族和汉族之间的交融 那已经成为一个民族的融合了 你说谁是真正的汉人 谁曾经是少数民族 已经分不出来了 因为当年的少数民族 北方的少数民族 不管他是女真人也好 他是契丹人也好 甚至于他是党项人 就是西夏的党项人也好 等到元朝入主了以后 通通称之为汉人呢 你们都是汉人 还有什么少数民族吗 再者说了 大家知道 朱元璋自己手下的人 很多都是少数民族 不是有人认为 朱元璋也是汉族吗 当然了 这个说法 现在是不能确定的 可是我们至少知道 他手下的著名的大将 像常玉春 胡大海 都是汉族 所以我们讲 华仪一家 这个口号 在当时管用了 为什么能够做到这点 朱元璋为什么能够这样的变化 我驱逐葫芦 我也成功 我华仪一家 我也成功 因为在元朝的末年 在朱元璋建国的过程中间 有两种矛盾 交织在一起 一种矛盾 民族矛盾 还有一点 阶级亚表 阶级矛盾 也仍然存在 所以到了后来 很多的汉族的地主 组织成民兵 帮助元朝 也有一部分地主 比如郭子兴 他也是地主 比如刘基也是地主 他们又投奔到 红金军的起义军了 所以就形成了一种 非常错综复杂的 这样一种关系 在这样的关系下 朱元璋建立了明朝 他提出了一个 华裔一家 应该说是很容易 被大家接受的 朱元璋提华裔一家 目的是为了让 他统治下的中国 这个统一更加稳定 大家想 朱元璋这时候 皇帝已经坐稳了 他已经成了 真正的统一的 明朝的这样一个皇帝了 是这样吗 他是真正的统一了吗 朱元璋的统一 并不是那么容易 直到朱元璋当了 多年的皇帝以后 实际上他还不是真正的 我们现在大家概念上的 中国的统一的 明帝国的皇帝 因为这个时候 还有一些地方 他还没有能够统一过来 什么地方没有统一过来呢 我们下一次再说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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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